大家好,我是路哥 路哥今天教大家一个玩座民藏的独门绝技 一般人我可不告诉哦 所谓座民藏 当然是要很好的隐藏自己才是王道 首先说下一桌穿达 座民藏要尽可能地隐藏自己 一定要把身上多余的部分去掉 所以发型很关键 有光头就要用光头 没有就用这一种毛也不错 斗篷和衣裤要尽量避免使用鲜艳的颜色 所以建议穿浅棕色和浅绿色 这种不切耳的颜色 下面就是关键了 海人面具加小布脸钥匙是必备的 外家人在座民藏的时候 不是很容易显示名字 这样咱们就能把隐藏效果最大化 那么我们就开始测试一下 看看我的这身准备 是否能达到很牛批的效果 游戏开始 所谓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 我们直接在这卡卡模型吧 先试看 我先试看 我先试看 有光头 我先试看 样子 和你太多 我先试看 这门 超线 桌面 它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